不上贤,使民不争,不贵难得之祸,使民不为道。 不见可遇,使民心不暖,是以圣人之志, 虚其心,拾其腹,若其志,强其骨。 常使民无知,无欲,使乎智者不敢为也, 为无为,则无不智。 不推崇有才德的人,导使老百姓不互相争夺。 不珍爱难得的财物,导使老百姓不去偷窃。 不嫌要足以引起贪心的事物,导使民心不被迷乱。 因此,圣人的治理原则是排空百姓的心机, 填饱百姓的肚腹,减弱百姓的竞争意图, 增强百姓的筋骨体魄,经常使老百姓没有智巧,没有欲望, 事实那些有才智的人也不敢妄为造势。 圣人按照无为的原则去做,办事顺应自然, 那么天就不会不太平了。